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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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重金属空气污染有关 那你认识的俄尔多斯的朋友 是认为是跟当地的这个空气污染有关是吧 对 内蒙古是有一些煤油和彩的这样的矿区的 就是在俄尔多斯市是吧 对 俄尔多斯呢 这一带是典型的煤矿和油矿半生的地带 那这些半生矿呢 也就是特指是一种核矿石 你在这个推特上转发了设媒信息 是说内蒙发生油泄漏 辐射区还在扩大粉神通过风雨水 可能传播很多地方 煤炭已发往各地 有的电厂引用变成粉尘 更可怕 在朋友圈里传出来的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类似的信息在中国的墙内 平台上和私下对话里面传播的非常多 他所配发的照片就是 医院里看哮喘的病人的这个照片 就是中国媒体所报道的雷暴哮喘 是吧 对 医院人满为患 这是当地的人人都知道的情况 甚至呢 在最近这几天 我在北京的朋友 也有了雷暴哮喘的症状 他们有三四个人都去到医院去做了检查 那俄尔多斯的所谓的这种雷暴哮喘 或者已经传播到北京了 那至于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成分 那中国的官方呢 仅是把它说成是花粉过敏 但是在俄尔多斯当地的朋友 和我在北京的朋友 他们自己都不确信这些事 在新浪的微博里 他把俄尔多斯和盖格技术器 列为敏感词 那也就是说俄尔多斯当地的人 想要去测量自己身边的核污染状况的时候 他的这些信息是没有办法通过 中国墙内的有关平台去做释放的 印证了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敏感程度 微博上最近这个日本的核废水问题出现以后呢 有人又提起了这个过去的2013年的一篇网上的文章 就是关于中国的半生煤 它含有油量超标 然后把这些煤呢 又贩卖到中国的各大火力发电厂了 被很多老百姓给使用了 然后导致中国的雾霾 对海外的马可安的这篇文章观点是说 俄尔多斯的煤油矿的可能造成的这个污染问题 这篇文章就是说是因为俄尔多斯的煤油矿的 出产的这个煤炭含油超高 所以呢有一定的放射性 实际上是造成中国雾霾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有这个核污染之说 这个核污染这个物就是语物的物 核污染这三个词呢 就是在2013年底的时候就出现在网络上 那么这个中国官方的媒体必谣了 那人民日报呢 2014年初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核污染说没有依据 调查未发现内蒙古煤矿开采造成核污染 其实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辟谣 我记得在当年那是中国的互联网的平台 把核污染这三个词都设为一个敏感词 那人们不许使用它也不可以通过核污染去查询它 在2013年到2017年 有关核污染的学术性的这样的报告和研究成果 全部都被互联网去做了屏蔽和删除 那也是核污染这个词或者是这个现象 成为中国政府的心头的谨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我是主持人小安 网络博弈节目 关注中国网络自由状况 介绍中国网络上被封禁的敏感内容 与内蒙古厄尔多斯煤油矿有关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中国网络和社媒上是遭到封禁的敏感话题 那么最近9月初 有关内蒙古等地雷暴哮喘现象 中国官方没有报道的环境污染方面的因素 请继续收听我们对现在海外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的专访 赵兰健先生 中国有一个艺术家叫做坚果兄弟 我看到这个海外监测中国网络审查的中国数字时代这个网站 他们刊载一篇文章呢 作者是叫重金属新闻部西北守护神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阿尔多斯走钢丝进驻的中央督察 与被销声的死亡 这篇文章就提到呢 这位艺术家坚果兄弟呢 他就是组织一个叫重金属乐队这样的乐队呢 要到这个阿尔多斯去巡演 希望呢各界呢 关注阿尔多斯的重金属污染的事件 他们民间人士2021年9月5号 发布一个内蒙阿尔多斯重金属污染调查 第二天就被神秘力量硬删 而且当地的这个村子是叫 阿尔多斯的乌审旗就给这个各村呢 都下达命令就是要禁止关注转发评论 点赞各类不实言论 也不允许各社区的任何人接受非官方媒体的采访 要求当地的民众呢 销毁这个鸟的尸体 候鸟的尸体 隐匿这种污染的证据 这是这篇文章所说的 这些情况呢 其实我在2014年抵达唐克里沙漠的时候 我全部都经历过 我是2014年先抵达了唐克里沙漠 又抵达了鄂尔多斯 有一些鸟类被重金属所毒死所污染 那我在2014年在唐克里沙漠 就拍摄和见证了这些环境生态恶果 我印象当中是2019年 曾经在鄂尔多斯传出来过 很多候鸟是被毒死了 这些生态环境的恶果 被中国政府是严厉禁止和打压了 那像这样的背景之下 再加上中国政府的 对一些新闻现象的禁止和打压 那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下 出现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在当地都有可能出现的 我认为核辐射至少是我们要提防 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这个雷暴哮喘 是在呼和浩特市 是内蒙古的首府 呼和浩特市离鄂尔多斯 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 有一段距离 但是它并不远 包头呼和浩特还有鄂尔多斯 都传出了雷暴哮喘 甚至西安也有雷暴哮喘这样的病例 大量的人涌到医院 是那一片的区域 它并不是一个点 所以您现在希望大家关注的 就是雷暴哮喘 这个背后的因素 就是说 不是说仅仅是花粉那么简单 您认为是一定是有这个 在内蒙古的中间是污染的 是吧 对 因为我跟中国 所谓核辐射受害者宋学文 是好朋友 我曾经呢 有20年的时间跟东大采访他 多次到达他家里 2018年还在他家里过新年 那么宋学文在离世之后 他的善款 是我在朋友圈帮他筹集的 一共筹集了15万人民币的钱 交给他妻子 赡养小孩 渡过他眼前的难关 所以我知道这种和辐射 无奈的一面 因为宋学文虽然是在一个工作当中 在极化公司的工作当中 他被核辐射材料所辐射坏了 导致高位截瘫 而且是严重的残滞 那宋学文他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相应的支持 一点都没有 非常悲惨 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网友和群众 一定要小心这种核辐射的灾害 给自己带来的不能挽回的损失 你也注意到最近日本的核废水这个问题 中国网上搞得沸沸扬扬之后 这个宋学文也上了热搜是吧 对 正是因为有中国厄尔多斯的这种核的传言 和日本辅导的核的传言 让中国的很多民众作为一种惊慌失措的状态 所以他们就关注宋学文 去了解宋学文的悲惨医生 然后他们也是在做一些能预防的工作 因为日本的核排放和中国的被怀疑的那种核粉尘泄漏 那这样的问题的传播 让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变得聪明了 他们已经有了这种核污染的知识 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警觉和防范意识 那中国政府一开始只是想拿日本的核排放 一个核问题去转移国内的矛盾 但是这样的问题恰好又成了 对中国全民的核危机的一个反面的普及和教育 与关内蒙古等地近日的雷暴哮喘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报道 内蒙古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 这次雷暴哮喘确实与 砂蒿花粉直接相关 但真正对当地以及华北地区造成严重威胁的 不是花粉 而是当地煤油矿开采造成的辐射物质污染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的报道还提到 内蒙古卫健委工作人员拒绝谈论当地的煤油核污染问题 只表示雷暴哮喘已经得到缓解 其原因不清楚 这个报道还提到 在俄尔多斯煤矿附近的村庄肺癌 是造成当地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感谢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和大家分享 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好的 感谢各位收听这次网络不易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安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